2021年已经到了年底 五大联赛本年度的比赛即将全部结束 班城冠军陆续诞生 曼城 拜仁 大巴黎 国米 黄马成为了五大联赛 各联赛的领头羊 接下来 争冠激烈的联赛还可能发生形式上的变化 因为即将开启东窗 所有球队都迎来了调整机会 东窗运作成功的球队有望在后半场取得佳绩 2022年1月 二大天才巨星将再次成为转会焦点 分别是21岁的哈兰德 23岁的姆巴佩 姆巴佩的得转身价达到了1.6亿欧元 哈兰德的得转身价达到1.5亿欧元 根据合同关系 哈兰德的解约条款在2022年夏天可以激活 姆巴佩与大巴黎的合同则在2022年夏天到期 东窗注定会遭到其他球队的疯狂抢购 近日 巴萨频繁与哈兰德联系在一起 多家媒体透露巴萨有意引进哈兰德 但是德国天空体育转会专家MAC Baron Beck 在直播节目中表示 巴萨没钱 他们无力支付哈兰德转会费 该专家还分析了哈兰德处境 认为他最可能加盟大巴黎或利物浦 原因是大巴黎的姆巴佩仍可能离开 他一旦离开 哈兰德将成为大巴黎的首选新元 利物浦则在下窗没有大动作 具备签下哈兰德的能力 一旦签下哈兰德 利物浦还可能促进萨拉赫的续约 萨拉赫希望利物浦补强实力 双方目前正在谈续约 至于其他硬钞球队 基本不会抢购哈兰德 切尔西已经拥有了卢卡库 曼联则有C罗 还有一批年轻球员 封线配置完善 曼城将继续追逐哈里凯恩 谈到一甲 该专家认为哈兰德不可能去那里 西甲则排除了巴萨 黄马的首选依然是姆巴佩 第二选择才是哈兰德 对于哈兰德的未来 波特则已经做好了准备 球队主帅罗则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对于哈兰德的转会传闻 早已做好准备 没啥影响 因此 黄马在抢姆巴佩 同时也会制定B计划加入哈兰德争夺 从球队发展现状来考虑 哈兰德可能更适合黄马 因为哈兰德可以完美接班老将本则马 搭档命名明明后天才维尼修斯 维尼修斯和哈兰德的组合 显然要比姆巴佩和维尼修斯的组合更全面 可吸引进哈兰德的难度更大 而姆巴佩已经有很多铺垫 下窗已经开始进行了报价 球员也有儿黄梦相对来说操作难度较小 考虑到黄马整体状态良好 维尼修斯和本则马 扛着球队开始时在西甲一起绝尘 在欧冠也高歌猛进 以种子球队身份PK大巴黎 姆巴佩流队和加盟黄马 都有机会夺取联赛冠军 同时冲击欧冠冠军 东窗的决定 可能直接决定黄马和大巴黎的命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了解